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我們頻道 今天是2019年的8月17號 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這株蝴蝶蘭 我們打算將這株蝴蝶蘭 這株蝴蝶蘭它從母株旁邊長的側芽 我們打算把它切掉 把它分離 分離之後 我們預計這株母株 因為它本身只剩下一片葉子 然後新葉已經不再長了 切掉之後 希望說這個母株再分一株蝴蝶蘭出來 我們在講這株準備在切割這個動作之前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蝴蝶蘭 這株蝴蝶蘭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話 這其實是我們之前在搶救6株蝴蝶蘭的時候 其中1株 那個連結我們放右上角給大家參考 當時這株蝴蝶蘭 我拿到的時候要搶救的時候 它的葉子 它的葉片原本還有 就是剩下一點點就對了 後來之後它就越來越少 然後幾乎掉到剩下一片葉子 掉到剩下一片葉子 那個 那個紀錄影片我們也放在右上角給大家參考 那我們現在距離拉近一點 我們現在就是來幫它做個切割分割的動作 我們這一株之前 葉片沒有長得這麼多 經過了搶救之後 現在已經確定了 這6株蝴蝶蘭裡頭的這一株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要將這個母株 這原本就是母株的葉片 新葉它沒有再生長了 就是它從旁邊長的側芽 那這株母株呢 我們如果把這個 這個 如果不分離的話 我們不強制分離的話 這個子豬日後會越來越大 母株的部分它自然就會萎縮掉 然後什麼功能都沒有 最後就會消失掉 母株會消失掉 剩下子豬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經驗 當然啦 你如果想要嘗試的人 你要留住母株也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希望說 把母株跟子株把它兩個分離 分離之後 讓現在母株還帶葉子的情況下 希望它從旁邊再長一個側芽 這樣子我們就會得到兩株的蝴蝶蘭 當然我們強制分株的影片 其實不只是 這次介紹 我們在之前也曾經介紹過 強制分株的影片 我們放在連結放在右上角 給大家參考 那我們這次呢 跟 這次是換另外這一株 不同的株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 當場做給大家看 我們將 這個 這個 接點處 減掉 接核處 因為它這個子豬它已經有漲氣根了 所以我可以把它切掉 我們很小心翼翼的把這邊 剪斷 OK 看一下斷了沒 OK斷了 斷得很乾淨 就這樣子 我們斷掉之後呢 就是把母株跟子株 它跟中間的那個關係給分離了 分離之後呢 我個人的經驗是 這支母株呢 它日後呢 還是會有機會從旁邊 因為它葉片還綠綠的 在它還綠綠的情況下呢 它還有養分的情況下呢 它還會有機會從旁邊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長出側芽 我們今天就是記錄呢 強制分株分給大家看 日後呢 它長出側芽 我們再拍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們影片介紹到這邊 感謝收看 再會